最近因為中國南方洪水爆發 有關三峽工程破壞風水的講法不斷 風水師們認為 中共興建三峽大壩切斷了中華民族的農脈 為數不少的水電站 攔腰切斷了上游的水源 令長江黃河為之斷流 令中華民族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 三峽工程除了被指破壞了中國的風水 網絡上還接連不斷地出現很多與農相關的傳聞 據說當年三峽的修建過程中發生了很多奇怪的事 整個修建過程極不太平 很多人說三峽修建選擇的位置剛剛是農脈之處 這樣強行修建就會破壞了這個地方的風水 之後會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 在修建的過程中 很多人發現一條龍的現身 據說當時工人正在滑動 突然有一個人喊 龍 龍下面有一條大龍 很多人因為受到驚嚇而逃跑 但是也有一些膽大的人留在現場 因為施工過程 而令龍的脊背受了些傷 就在很多人看到龍盆雪而起 並正是看牠們的時候 這條龍隨即便飛走了 之後 言論散播開 有人說是三峽修建打擾了水底的龍王 最後龍王暴露現身警告世人 如果人繼續修建 他將引發水災 但是工程隊並不聽信這些謠言 工程仍然是照進度執行 還有一個說法是 國家修建三峽就是為了這條龍 這條龍在這裡清黃清白 容易帶來水患 修建三峽就可以將這條龍鎮壓住 後來關於真龍受傷的話題 就不斷地出現在網絡和媒體的報導之中 當然 這些事件無從考證 中共媒體也是以各種理由 否定了這個傳聞 1998年 中國南方也曾發生特大的洪水災害 有關洞庭湖龍獅的圖片在網絡上流傳 甚至連大陸網站的一些媒體 也能夠找到相關的內容 據說 在當時挖掘的時候 人們看到的竟然是一根 巨大到無以復家的脊椎骨 一折一折地 遇跡在滾滾的水底 直接貫穿整個河藏深處 只是因為實在是太大了 剛剛開始才會被 爬河的河宮誤認為是白柱 這件事件在當時被廣泛流傳 老長江守藝人的口中 一直代代流傳著一個關於金沙大王的說法 說當初大雨治水的時候 天上曾降下一個巨人 正在滾滾長江的泥沙中 確保長江的水患不再反覆 傳聞說1998年的洪水洞庭湖龍獅現身 可能就是巨人的現身 近幾年在中國曾多次拍攝類似龍的畫面 2007年的9月6日 江蘇高游湖曾發生龍級水事件 當時上海東方衛視 在高游湖的湖面上拍攝景物 出現了數十年未見的罕見場景 由原本一片夕陽的天空 突然湖水水位下降了好幾厘米 因為龍捲風將水一起帶向天空形成水天相接 高達千米的水柱出現在湖中央 在最初的直播中 細心的網民發現 在影片中出現類似龍的身影 快速地在雲間穿梭 還可以聽到現場有人大喊 龍、龍啊、龍在動、動著呢? 這個影片當時在網絡上引起很多人關注 不過龍吸水的影片中所出現的龍的蹤跡 隨後就被中共喉舌央視 將畫面改成三隻小鳥的形象 同時也將當時民眾哭的聲音消音了 很多民眾和網民看到影片之後 多數表示 影片中的小鳥是後期加工上去的 並認為是中共官方有意掩蓋這些超自然現象 有細心的網民還用影片軟件 將這兩個影片比對之後發現 樣視的三隻小鳥飛行的位置 與東方衛視條狀飛行物的位置不同 而且小鳥的位置一直在雲層外邊 而這個明顯是與原本的影片不同 無獨有偶2014年江蘇衛視拍到 在青海湖海深山的北側出現了龍吸水狀觀的場景 大約在40分鐘內 先後出現了9條水天箱連接的水柱 該影片中也被網民發現同樣出現龍的身影 幾年前 一段由大陸網民在西安古城上空拍到 游龍的影片在YouTube熱傳 這個奇異事件發生在2010年9月1日 當天晚上 兩條游龍在雲層中盆船往復 吸引了當地市民好奇為觀 當時有眾多目的者 當西安龍影片傳出之後 中共江西衛視的晚間新聞 中共找來所謂的專家出面闢謠說 這些只是雲層反射的高架上車輛的車燈造成的景象 或者是風箏造成的錯覺 根據中共氣象局公佈的資料顯示 當晚雲層高度是3,000米左右 網民表示 車輛的高度要投射到這麼遠的雲層上 同時要有立體動畫這樣的影像 常理來說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在中國各朝代正史中和各地地方縣之中 龍的出現時而有之 經常被記錄在史冊之中 中國古代和現代人的觀念上有著很大的差異 古人敬天為神 而現代人則相信科學 觀念上的巨大落差 造成了對同一件事件的描述和解釋可能會完全不同 當有人親眼目睹 最高、罕見的龍出現時 古人視為大事、長家記錄 收錄在地方、鄉縣寺 有些甚至收錄在各朝正史中 而現代人對於龍出現的事件 則抱持著高度懷疑的態度 並試圖以自然現象等原因去解讀 多久, 周旺、恐怖的距離 同時,使用程序選擇 無界限時, 周旺、多久 並視乎的莫名前 並視乎的故事 並視乎而不詳細